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把時間招給下一位獎者大員 那我們掌聲歡迎他 首先我在這邊先感謝一下就是說 這幾個月以來參與專案的社群夥伴 然後這是我們比較核心參與社群的開發者 跟一些協助我們的一些像是法律或者是醫療參觀知識的人員 然後也感謝下面的一些合作的社群夥伴 像台大醫學系然後G0V然後還有MyData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是誰 我叫大員 然後是一名中科鞋鋼青年 然後呢很常習慣是開坑不填坑 有很多常常有些認識的人都知道說 我常常會開堆坑然後推大家入坑 然後我都不會自己去填坑 這是手術我自己把它有填完 我算是填完的坑 然後我現在是一間新創公司的影坑 然後呢我技能數非常的雜亂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前段還是後段 然後專門知道張口 那我先讓我們來談談究竟什麼是MyData 關於MyData呢 我們是一個叫MyData Taiwan的一個團體 那MyData Taiwan呢 源自於MyData Global MyData Global是一個全球性的一個組織 那它的使命呢 是改善個人數據的自主權 來建立公平永續繁榮的數位社會 並且強調個人的數據呢 應該基於信任的組織以及企業之間 要達成一個平衡的一個共享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說像MyData 那究竟什麼是MyLog MyLog呢 MyLog呢 就是一個為了自主健康管理 就是大家所知 我們這幾個月所困擾的FopinIT 所以建立了一個APP 它可以提供像是自主健康管理 或者是身體健康的人 它想理解說 或管理說 它記錄 它現在的一個身體狀況 然後它的體溫 它今天有沒有咳嗽 有沒有感冒 這一些身體症狀 然後並且呢 搭配上一個 叫做MyLogboard 一個醫事人員的一個後台 就可以讓民間的大家 社群大家 參與這個計畫 然後記錄你的身體症狀 然後並且讓醫事人員後台 可以看到追蹤分析 像是疾管局啊 台大醫學系 或這一類型的研究單位 他們就可以知道說 大部分的人去問 哪邊做過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會有怎樣的一個徵兆 他們可以拿這些資料 做更進一步的醫療數據分析 然後呢 MyLog這個APP 它有幾個核心的重點 就是我們可以追蹤症狀的變化 就是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並且呢 我們提供的拍照 還有一些詳細的紀錄 你可以拍照 例如說 你今天可能發燥臉不好 或者是說 你今天可能吃了什麼東西 這類型的照片紀錄 可以更方便的 讓醫事人員可以了解 並且 我們因為是買DANA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儲存在本地的支出管理 我們並不是 將你的資料 直接收藏至雲端 也不會有任何的企業來掌控你的資料 全部的資料 在你分享之前 都會儲存於你的手機之中 除了在你分享醫事人員之後 醫事人員呢 才可以看到說 你分享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張GIF呢 上面就是顯示的 就是我們APP的圖畫面 然後可以看到說 你這是免疫的一個紀錄 然後你分享之後 他醫事人員就可以看到 你在裡面填寫了一些資訊 那這個時候就不得不提到說 其中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Logbo的部分 Logbo的部分 Logbo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 當我們把APP 都要上傳至雲端之後呢 醫事人員呢 他就可以打開 然後看到說 你裡面呢 最近說 你可能7天內去過哪邊 或10天內去過哪邊 然後追蹤 你的一個生活史 然後你的病史 然後並且呢 透過公民的資訊參與 因為是要大家自己紀錄 然後並且自己 分享給醫事人員 的一個效果 然後 就可以變成是說 越多人參與 他的效果越好 而且並且 為了要獎勵大家 而且提高大家的參與度 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個 遊戲性的一個互動 就是說 有一個愛心 然後如果你今天 紀錄一筆資料 假如今天是第一天 我紀錄一筆資料 然後愛心就會上升 可能10% 然後第二天 他紀錄一筆資料 他就會上升20% 30% 然後 進入滿7天之後呢 就會得到一個實體的回饋 這部分我們後面會有一個仔細的說明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說 那 如果今天疫情結束怎麼辦 真的是我們當初開發這個APP的時候 想過 就是說寫一個APP 大家可能都知道 說寫一個可能要很久很久的時間 順便問一下 這邊如果有開發者的話 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看起來大概是 有跨了一半都是開發者 所以開發者就會知道說 你開發一個APP 可能要好幾個月 然後疫情萬一突然解藥出來了 然後疫情結束了怎麼辦 所以呢 這個APP我們本身有設計了 擴充彈性功能 就是說 他可以拿來記錄其他類型的一些 慢性疾病 或者是更多細節症狀 他是 在這張圖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他有普通感冒 跟西酸節的症狀 之後也可以記錄像是 糖尿病啊 或者是像是 這次的 或者是你的感冒 任何的 或者是健康生命書之類的 然後我們替換我們的資料包 就可以記錄不同不同的症狀 並且你可以直接在 設定頁面切換你想記錄的症狀模式 然後像我們目前與 台大醫學系的合作呢 是針對心酸節炎病的 我們可以看到說 旁邊的人呢 就不是你的體溫 跟你的 例如說有沒有咳嗽 有沒有感冒之類的 我們是記錄說 你的血壓的 收縮壓跟舒張壓 還有你的心跳 心率跟 尿量之類的一些細節 然後病人每一天 他去做一個詳細的紀錄之後 他可以過一段時間 然後就分享給 追蹤他的醫師的女人 或者是他的 副理師 他的醫師 他們就可以透過我們的Logbook 然後就可以看到 這個病人這段時間的狀況 我們一看到 這就是一個 就是他們之間的互動 病人在這邊 分享完資料之後 他可以拿到一個連結 然後醫師的女人 將這個連結 在流氧器中打開 就可以看到一個 這是手機版的畫面 我們一看到 NOMAXCOL它的 一個數據的趨勢變化 然後下面可以看到說 他的日期 在哪一天 有什麼樣的症狀 跟一些細節 然後在此 我們要強調的一點 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基於 My Data精神的 我開發的APP 所以我們所有的資料 要你自主的分享 我們才會讓醫師的女人看得到 不會存取在任何的雲端之中 並且在你分享之後 會在72小時刪除 而且他是完全匿名的 只會通過這一組URL 跟這筆資料進行關聯 而且醫師的女人呢 的這個連結 你可以在這個頁面 分享頁面中 你可以看到說 他上面這邊細節 有告訴你說時間 而且醫師就是說 他在72小時之內 他就會刪除 所以你就可以 記錄說 我給誰 然後多久 然後他多久後就看不到 然後我稍微總結一下 這個APP呢 簡單來就是 記錄個人的健康況況 跟生活史 然後 我們 是為了分擔 政府管理資料的一個風險 而且呢 加上藉由公民的參與 讓這個體系更加的健全 而且 可以就是說 為公共衛生 盡一份心理 這樣 再來 Lockboard的部分呢 則是透過使用者分享的 疑似親未來L 於72小時後 自動清理的特性 可以普遍GDPR 然後跟普遍MyData 就是說 資料可以由使用者自主控制 並且你可以掌握他的 隱私權跟刪除券 然後 我們可以在這邊 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有一些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關於Lockboard 更詳細的部分介紹 像在這邊我稍微介紹一下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是 疑似人員可以在Lockboard上 選擇他一個 想要看到的資料範圍 例如說 他現在選擇的是 一個月圓的一個資料範圍 可以看到 從1號到31號 然後呢 他的整個趨勢是這樣子 然後不同的現象 是 他的紅線是數張壓 局線的話 是手手壓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一個 整個趨勢的變化 然後並且移到上面的時候 可以看到說 這筆資料是來自於哪一筆記錄 然後在這筆記錄 同時 其他的紀錄 產生什麼樣的實際的數字 然後下面可以看到說 可能他現在有什麼症狀 他同時有咳嗽的症狀 那他咳嗽的症狀 有伴隨其他的併發症 或者是他咳嗽時 他的血壓是多少 我們可以拿到這樣的數據 來做更詳細的分析 並且我們還要提供手機板 在這邊的話呢 就是更詳細的 看到症狀的部分 我們可以很詳細看到說 他就是每一天 然後每一天 他在記錄這一筆資料的時候 或是某個時段 他同時有哪些症狀 像我們看到症狀可能比較嚴重一點 他只有7月24跟26號的時候 症狀稍微少了一點 其實他幾乎每天所有症狀他都有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得什麼病 那再來的部分呢 既然我們這邊有很多開發者 就一定要提到就是說 我們有什麼技術的部分 在APP的部分 我們主要是使用Ionic 搭配卡巴斯的方式 來建構PWA來用APP 然後呢 我們底層是使用Angle跟Arta 在進行開發 然後剛剛除靠動畫 我們使用這個肉體 那大家可能會很後期說 那資料呢 沒錯 我們的資料是使用Django 進行後台架設 並且穿接IOTA的部分 IOTA是拿來做資料的一個驗證的部分 就變成是說你的資料 他會有一個Meta data 然後我們會把Meta data 上到IOTA上面去 驗證說這筆資料來源是否是真實 是否正確 再來 再往後就是 可以看到 1400元的後台買LOG的部分 我們是基於 U.js搭配Elementor UI 進行開發 表格的部分 是使用Trade.js 然後這邊的話 是更詳細的就是 關於說 我們的一個資料流的結構 究竟它是怎麼樣的一個運行 然後下半部分的話 我要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說 關於我們的這個 這個專案 有哪些合作 跟更進一步的部分 像這是我們參加前一次的競賽的時候 我們使用的是 MyLOG資源前線 這個主題 下去 然後我們也有融獲 像是 航空之前 也有幫我們轉發過貼文 然後還有一些報導 然後前陣子 我們有拿下台美防疫松 AWS黑客松 等等比賽的獎項 這邊也很歡迎大家一起參與 並且我們前面有提到說 你只要到一定的天數跟紀錄之後 我們會拿到一個實體的回饋 這部分呢 就是我們跟店家有一個合作 在合作商家的部分呢 我們提供了消費者 他兌換可以兌換20人的一個 部分 那回饋的部分呢 就是說 他會將折地的金額回饋 回饋給合作商家 所以這樣可以更進步的吸引大家 來參與這個公民議題 然後並且呢 我們是設計說 當使用者他紀錄並獲獻 他的這些LOG之後 醫次人員這邊拿到他 然後他給予回饋的時候 我們再加到回饋 回饋給參與這個議題的大家 可以看到說 他可能在一個 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他就會慢慢拿到這個獎勵 這邊我有時間趕我先跳過 我們看到說 我們對話流程也十分簡單 就是當他累積到一個時間之後 他點擊我們的 ICON動畫之後 他就可以打開一個QR SCANDLE 然後查取 然後就可以對話 並且可以看到他社員的Code 以及點數 然後這邊的話呢 這是我們現在的部分 我們現在呢 已經在App Store上面 Google Play上面 已經有正式上架 但是在App Store的部分 因為一些政策問題 我們始終沒有辦法 上架 在Open Beta裡面 所以我們也很歡迎說 上面是Open Beta 跟測試板的連結 中間的部分呢 就是安裝始終說明 也歡迎說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安裝我們的App 一起加入測試的行列 也可以一起成為開發者 上面有Telegram群組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加入 然後一起來討論 然後我們也有Slack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大家 無論你是開發者 翻譯或者是說 你是法律或醫師相關的人員 都歡迎加入社群 希望給大家掃一下QR 好 好 然後 MyLog Global 是疫情後期 最顯現的資源 讓公民自主參與 成為醫務人員最強的後盾 好 謝謝大家 好 然後 因為還有剩下一點時間的話 可以讓大家提 看看有沒有問題 想問的都可以提出來 然後如果有興趣參與專案的話 也有歡迎一起加入 剛剛 我會有請 我沒問題 好 我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 海底查的資料 其實基本上是存在可信的 那可不可以都分享一些 就是對於 本地資料的保護情緒 本地資料的保護 可以請你講的比較細節一點 因為其實都是個人的資料 所以你們是有怎樣的資料儲存的方式 是直接明文儲存嗎 還是有什麼人家居立即資訊 這個應該也會有一些異議存在 所以你們有沒有沒有對錯 還是沒有進行 我們目前的部分 我們是針對我們就是說 因為 對直接的解釋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 假設我們今天用Firebase已經開發了 的話 我們會直接把你的資料 存在例如說 像是可靠的Storage上面 但是這個東西的話 這就一點都不買Data 因為你無法控制你的資料的部分 所以我們目前比較針對的議題 是針對說 你的資料在你分享之前 也要先存在你的本機關 然後在你分享之後才會上去 當然我們中間的過程 有一些簡單的處理 例如說我們會把它打包 然後之後會有簡單的Hash之類的 不過 我必須要誠實講一個點 就是因為我主要是 負責App的frontend部分 所以 背景部分我沒有參與太多 但是這部分 我們比較沒有那麼的著重在上面 就現階段 但我們也很歡迎開發的機加入 對 因為其實蠻缺人力的 不好意思 兩個問題 第一個先確認一下 那個前後關應該都是開圓的吧 對 前後關應該都是開圓的 對 因為這真的太重要了 後來你們剛剛講一大堆 都沒有開圓 那就被擺作了 然後第二個點是 你剛剛有講一個流程組 剛剛說上什麼IO卡那邊 那個 我不太清楚那邊 那個固定是什麼 那一段機制 你不是有畫了一張 那個 那個 有點像ERD的圖嗎 然後但是我不知道那個 你剛剛出來好像看什麼 什麼 上傳到買到的之前 會經過什麼什麼驗證 但是那個地方 剛剛不好意思 我沒有跟上的說 你可以大概幫我回覆一下 老師 那 因為這部分比較細節一點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們可以等一下 等結束之後 然後我們來個 我可以找我們的後端 然後一起 然後給你一個比較詳細的回覆 這樣可以嗎 好 不好意思 好 然後還有人有 我想問一下 你這組織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算是你感性質 那我剛剛有上去試一下 你的BetaEV 那其實是可以輸入個資在上面 那這些個資你們不會只上名嗎 還是你們這些東西都只會停在 Local手機上 因為這些東西必須涉及各支法的東西 對我們來說 這個很像健保署的東西 資料是不一樣的 那這些疑慮你們有儀儲料嗎 比如說看這一部分 好 不好意思 就是 不好意思 這邊 欸 這我跟妳講 好 就是我把大元 因為像剛剛大元說 他主要是負責前端的部分 那所以有些東西他可能比較不了解 那MyLog這個專案 我比較算是他的 就是initiator 所以這邊我稍微來解釋一下 那 先前 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大元有提到 就是說 MyData台灣 我們是derived from MyData Global的一個branch 那MyData Global它的總部在歐洲 所以其實呢 在一開始我們設計這個APP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讓它是符合歐洲的GDPR的法規的 那在這裡呢 其實MyLog一開始 他收集的個人資訊 可能就只有email address而已 那這個email address 主要是他需要去 做一些認證 就是 因為符合GDPR的話 他其實會要求你要留一個email 然後可能我們需要把你的動詞 資訊寄給你 但是呢 像剛剛大元有分享的 就是當今天我要把資料分享出去的時候 其實他產生的是一個unique的ID 那這個ID呢 他是完全沒有辦法link到你是誰的 除非說今天像是我把我的資料分享給大元 那他當然知道這個ID就是我的 那不然的話呢 如果單純只是拿到這筆資料的人呢 他只會看到這個ID 然後去看到dashboard上面呈現 那他是沒有辦法link到這個人是誰 那剛剛有提到那個IOTA的部分 那這裡的話呢就是 因為我不是技術人員 但我也稍微的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說 因為這個mylog的APP 其實像前面說的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符合一些mydata的精神 就是以human sanctuary中心 然後還有他是一個具有保護隱私的分享的狀態 那另外呢 在前面 尤其是這整個一層鬼的前幾個section 尤其是第一個section的博服 其實他有提到是說 我們的資料 他的資料呢 利用IOTA是把他放在上面 讓他具有一個有點類似是不可被篡改性 對其實也很類似前面那個true sign的這個做法 那因為呢 這個APP他裡面背後的技術架構 我們是Numbers的間公司 然後來幫我們設計的 所以在back game的部分呢 也利用了Numbers的技術 那就是把資料就是上傳到IOTA的部分 那除了他可以做一個追蹤記錄之外 那他也會保留就是不可篡改性 因為像我們這是一個健康的APP 那我們當然希望你是真實的去記錄它 然後不要說你明明就是發燒了 然後硬是說我沒發燒 就是把它改掉或是幹嘛的 對 那這個是大概就是講解一下 為什麼有IOTA這一塊 那當然如果針對技術細節有疑問的話 等一下應該 等一下我可以幫你找那個 博服就是Numbers的CTO 可以再跟他聊一下這樣子 好那關於就是說 mylogapp的部分 或者是logbook的部分 有沒有還有疑問的可以提出來這樣子 好那就先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